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选了上普京酒店的自助山吃自助午餐 一起来看看 澳门的自助山位于上普京酒店的三楼 如果观众朋友都喜欢收看饮食、旅游、生活资讯的分享影片 就快点点我Datman826频道的免费订阅和钟仔 全部都是用心制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谢你们每一位的支持 来到位于澳门上普京酒店三楼的这间自助山 吃自助餐 其实大家观众朋友可能也看过 之前在香港其实在合物中心湾仔都有自助山 那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过 不过在澳门我就没来过 所以今天就特意来试试这个自助午餐 今天我们是星期五 2024年的4月12号 我们这个星期一至五的价钱 就是358元再加1 但我预先两天前在Klook 就预算我给了钱 就是每位353元 即便宜一点 大概便宜10% 因为我上几次来澳门 都有跟大家分享过不同的自助餐 很多人都叫我来试试这间自助餐 但今次选择吃午餐 因为之前也试过很多晚餐 今天是吃午餐 这个地方真的挺大的 都是超级无敌大的 还有它分了很多不同的自助区的station 即是热食 西式 甜品 饮品 凍海鲜 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刚才巡了一次 刚刚去拿了饮品 有个饮料区 它有 果汁一瓶瓶的 有橙汁 西柚汁 还有苹果汁 另外有 港式奶茶 还有一些 热的咖啡茶的自助机 可以拿 如果想喝啤酒和白酒 就要另外加钱 它也有这个选择 今次我想一反传统 因为我看到它的热食都挺吸引的 反而凍海鲜就不是太多 或者冷盆那些 那我今次 就跟大家去吃点热食先 吃完热食先要再吃点刺身 凍海�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热食区有很多不同的部队 现在先拿了中式 拿了一个点心 是虾饺 有700款点心 牛肚和烧米 另外拿了这个有些烧米 炒粉面 四季豆 椒盐虾 有煎药三宝 还有煎韭菜果 这些东西都放得挺吸引 试一下韭菜果 我喜欢吃韭菜果 味道OK 试一下叉烧 不过不失 肉质不会为了咬下去很软 有点咬口 不过味道可以 但是似乎脆皮烧腩仔不错 我灑了些砂糖 看样子好像挺脆 ASMR听到的声音都脆 烧腩仔好吃 叉烧好多 因为烧腩肉又咸咸的 味道和脆味真的脆 这个可以再吃一块 叉烧一块就够了 因为吃自助餐太多东西了 如果你觉得吃过好吃的东西 就可以再吃两件 吃过一件就OK的 就不用再吃 因为要试完所有东西 推出有难度 试一下虾饺 这个水准 咬下去 因为有很多筍粒 还有虾是爽的 可以试一下烧米 牛肉 鳳爪 还有什么 臭豆腐 我自己又不是很酷 不过又想试一下 他做到精致的 加上一些葱花粒 辣椒粒 大家看了上一集 在Anders Hotel 分享了没有 我们在餐厅吃晚饭 叫了一个蜆很好吃 这里也有蜆 这个是中式煮法 有很多蒜头 葱 小匙 我拿了大碗 但是说一般 我试一粒 看看如何 看看如何一般 很滑 淡淡的 只能吃到蒜头味 蜆也没什么鲜味 刚刚吃了奇葱的热食 第一轮 虾饼不太行 很硬 很硬 煎完虾的味道不错 辣味 但是虾的質感 都是普通虾的質感 但煎酿三宝反而好吃 现在再拿第二轮的饮食 今次可能先吃西式东西 西式东西也不少 有 西式有即洩牛肉 等一会儿再吃 我现在拿了一个 芥末牛肉丸 一些菜 但是其余那些 有个芝士割海鲜 我又不吃了 因为那些都是蝦 青口鲁肉 凍海鲜也有 刚才已经吃过椒圆虾 拿出一个牛油鸡 就是鸡腿 这个是印度菜式 选择西式 好像没有中式 这么多款式 那我就去拿了 臭豆腐 原来看这个牌子 这个是台式臭豆腐 我就试一下 我其实去台湾 很少在夜市吃臭豆腐 再拿了两个烧腩仔 因为烧腩仔实在不错 先试一下臭豆腐 第一口 有些汁 是有点臭豆腐味 但是咬下去 再吃下去就没什么 而且牛腩豆腐是比较硬的 我自己没有吃过 在台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臭豆腐 应该挺地道的 粒牛肉丸和牛油鸡都好吃 味道 酱汁和肉质都OK 现在就去拿一件烧牛肉来试一下 烧牛肉不错 够嫩滑 咬下去就不会太粗 我们刚刚用了粉粉红 还有口感之外 咬下去还有牛肉味 不像只咬下去 不知是什么 这个牛肉也可以吃过 但是切的肉类 只有烧牛肉 没有其他猪和鸡 这两款里有很多沙律 也有些菜的沙律 冬海鲜就不算多 有虾、肥脆螺、青口和蜆肉 另外寿司刺身也有 刺身只有三文鱼、欺凌鱼和裸片 有些都放得挺漂亮的寿司 那我就拿了欺凌鱼和三文鱼 试试这两样的鱼类水准如何 三文鱼都挺厚厚的 挺大片的 质量不是很厚厚的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它的肉不是很扎实的 是软软的 欺凌鱼反而它很特别 我看很多欺凌鱼都是黄黄色的 鱼春 它是橙红色的 刚才三文鱼的味道不是有问题 是好像质量鱼 不是吃开一般的爽爽脆脆的 它是黏了一点 寿司就一般水准 不会太硬的 太过干 不过 都是一件起两件事 因为其实寿司小汪手 刚才已经先吃凍海� 它说其实凍海�也可以 它现在又再出去拿 我叫它帮我拿了 我走一转 可以近到大家坐下 因为有时吃自助餐 走来走去都很累 因为有时吃自助餐 走来走去都很累 因为我又在IG 立刻投资相片 印一下大家 大家有没有追踪我的IG Facebook 我通常会即时放一些故事 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去了哪 很多观众朋友都已经在看了 我喜欢这几样配合类的海鲜 它说蜆很甜 比起刚才那个中式的有味很多 刚才那个就没什么味 这个凍海鲜那个就有味 那我先试一下 你可以点辣椒豉油 或者普通的Cocktail Sauce 就没有其他的酱汁 只是这两款 我试试 还有红酒汁三款 是很鲜的 还有是有 不是说小的 有口感 起码 有点照一下 都比辣椒豉油的味道 青口的肉质都很滑溜 凍虾都爽口的 现在吃完这只 翡翠螺 好大只 真的好像翡翠绿色的虾 好 有点沙 是多少沙 对这个 是这个 对 嘴翠螺有沙 刚才早了来 因为12点开始 吃到3点3个钟 我们11点半都已经来到了 那在外面 上浮经这个平台 那里有些打卡位 给大家拍照 有一条小小的 好像河 噴水池 我们打一张卡 放了上IG 那张照片 很多观众说拍得我很瘦 对 对 刚才可能发过问题 而且缩了肚子 但是这次没有吃早餐 等来吃自助餐 所以 大家就滑滑滑 好瘦啊 好瘦啊 那除了有 一些蔬菜的沙律 可以混合 加醬之外 有些已经是调配好的 有个扁豆的海鲜沙律 我拿了一只大虾 有泰式木瓜沙律 又有吞牙鱼沙律 那我就拿了一些 加上一些薯仔蛋 那样 因为有时候也要吃一些 蔬菜的来吃自助餐 反而它 中式那部分 真的没有什么菜 只有四季豆 西式也只有西南花 加椰菜花 蔬菜类就不多 所以要在沙律 吃蔬菜了 吃完这条沙律之后 现在肚子的位置 还可以多吃一轮的热食 就是刚才我吃过 有些好吃的 或者有些什么味道 那我出去看看 有些什么拿来吃 再拿了一点 小事贊助说 这个煎阳三宝里的苦瓜 好吃 那我拿了苦瓜 还有一个鹽酥鸡翼的 我刚才发现它有这个 鱼仔面线 不过我就没吃了 它是台式东西的 而且我发现 它那个面袋里 有几款菜 哇哇菜 唐生菜 白菜 其实可以叫师傅 煮些菜给它 就算你不吃面 不爱那些料 还有我还没喝汤 它有个中式汤 有个西式汤 可能一会喝汤 煮些些菜 然后吃甜品 拿了一碗中汤 这碗是 椰子北旗炖母鸡 还有刚刚就去那个面袋 煮了少少糖生菜 还被我发现 经过看到两个 好像大葫芦的物体 原来好像那些 凉茶堡那些 那些糊来的 它有下枯草 和鸡骨草 那我喝一杯热热的下枯草 烤热之外 又清一下热 这个汤就不够够热 可能它都是放出来 久了 又没有兴趣 都够味的 我觉得是 略嫌咸 我觉得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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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小块蛋糕 也有一大块蛋糕 还有有即整的 白色的 还叫厚松柄 就好像梳芦尼炸几 那些 又有鸡蛋仔 又有隔仔饼 又有糖水 真的很多东西 还有雪糕 当然 我现在拿了这些碟 有些印尼的 好像印尼那些 甜品 不知大家 记不记得以前在尖沙咀加尼巴那里 有没有人去过 印尼餐厅 很多年历史 不过早几年就收拾了 那些印尼甜品很好吃 不过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很难找到好吃的印尼甜品 在香港 里面的椰丝 黄糖 咬下去不可以碍口 而且那个盆茄很软 鬆软 好吃 这粒糯米糍 我刚才一刺下去 它又是爆汁了 里面的椰糖 彈到旁边的那位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耳朵都红了 很幸好 但彈了很多 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真的很尴尬 证明这粒糯米糍 很多汁 真的 这些印尼 可能是东南 类的那些 都怎么好吃 很香巴拿味 这个 试完葡萄塔斯尼 越来越好吃 不过味道都不错 我拿了一件芝士蛋糕 原来还有栗子蛋糕 它就拿了一件 我试它一点 嗯 好吃 这个可能我再拿一件 它里面有栗子粒 加上栗子溶 又不是太甜 蛋糕又鬆軟 Klook是有个QR Code 你放手机它现在来掃的 今天都吃得非常满足 整体来说 它这些食物 就不是很fancy 但是种类选择都很多 我觉得总有一两个东西 適合你吃的 很多东西都很喜欢吃 很多东西都吃了几次 它最喜欢毒海鲜的贝壳类 够鲜甜 热食都不错 最出色就是烧腩仔 它真的很脆口 而且甜品都有惊喜 它有些东南华式的甜品 又有西式 有几款的味道都不错 地方都坐得舒服 我们今天这个350 3元价钱 我觉得是正价比OK的 如果你其实 你不想预订先给钱 你来到才决定吃不吃呢 如果你好像有这个 上普京的赌场会 那些卡 最少都有95折 那是你的level 那你自己查一下 大家比较价钱 哪到底又要用哪个价钱呢 那我放上了一些 预购连结 和这家餐厅的 website的网址 在我的思想栏杆 大家可以上去参考 有需要的话 那观众朋友都喜欢我今天的 自助餐分享的话 记得点赞和分享给朋友 还没订阅我danman826频道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 当我新券出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还可以订阅我的Facebook IG 而且特别一位 即向生活点滴 即时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游戏再见 拜拜